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Olderman 今天我們繼續玩我們的半精靈英雄 耶,我們回來了 那我們這個進度稍微 也算是蠻超前的 這個關卡老頭大概沒記錯的話可能有七八關左右吧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要做什麼,其實我有點忘記了 我記得我上一集 上一集是打敗那個空中突襲隊的那些人 搶回了魔坦,是吧 我們看接下來要幹嘛 在找光明碎片嗎? 有一位奇怪的影室住在沙漠之塔裡,也許他能幫上忙 沙漠之塔 光明影室 啊,我知道了 我們現在要找光明碎片啊 黑暗碎片已經被我們給入手了 我們現在稍微找一下提示 沒關係,在提示之前我們先買一些東西好了 嗯... 魔法手鐲 比基尼護甲 我們來弄個增加傷害好了 OK 我們增加傷害 哇,到底沒有特輯的啊 OK 欸,我沒有要買,我沒有要買 可以吸收特定飛彈的護盾 算了,買一下好了,這麼便宜 買了買了 買了 稍微買一下 這些都是一個一直往上買 往上買 往上買 會越來越強 好,這是消耗魔法喔 買一個這個 刺球 欸,好,我們沒有錢了 我們來看一下 欸,原來洗髮精沒有開喔 沒有,要超級洗髮精啦 後面 後面的 提升頭髮 後面這些都沒用了啦 因為已經有超級了 所以說我覺得就不需要了 然後像是吸引力 就變成 極致吸引力 因為後面的話呢 就可以用越高級的 越高級的技能 可是我認為阿 你用越高級的技能 那你基本上 舊的就可以直接覆蓋過去就好啦 為什麼還要留著呢 好奇怪喔 好,不管了 欸,畫廊我們還沒開門喔 來,我們去開一下畫廊 去開一下畫廊 拿到一把鑰匙 第三道門 看一下多什麼 啊,這是飛船的 飛船的概念啦 還不錯 可是 居然不是妹子的 傷心 我們去第一 第一個狼看看好了 啊,前面三張圖一 就沒有出現 好吧,算了 到時候再說 好 欸,剛剛那個 大之老 他講說是在哪裡 沙漠嗎 沙漠之塔裡面喔 我們去找堂順便 先問一下提示好了 這是誰啊 搞什麼 他們把水汁用光了 喔,你好 今天有哪裡不舒服嗎 有對藥顧名嗎 有對腸胃的病死嗎 還記得上市體檢的日期嗎 你是誰啊 對了,如果你需要看診的話 隨時來找我 補血用的吧 沙漠之塔有個陌生人需要幫助 好不好,我們還是去沙漠之塔一趟好了 我記得我們上市獲得老鼠的特殊能力 這個老鼠的特殊能力呢 它是可以 它是可以鑽小小小洞口的 我記得小洞口在人魚島那邊也有辦法 也有辦法鑽過去的樣子 不過沒關係 我們就先遵循一下我們的提示 我們先去沙漠之島 之後再折返回去 把那些沒有拿到的東西全部一併拿一拿 啊,這個應該用大象 這樣 輕輕鬆鬆 欸,這是什麼 蜘蛛舞 變蜘蛛是怎樣 可以爬天花板二斷跳 欸,變蜘蛛還蠻正的欸 欸,變回來了 喔呦 原來是可以這樣子喔 這麼酷喔 好屌的感覺喔 但是不能攻擊 沒有任何攻擊技能 然後就到了這邊 就是你吧 陌生人,長得奇怪喔 你是盜墓賊? 不是,我是譜 我是系譜邊炫 啊,公小小 專門製作系譜圖的 我是來找遺骸的 呃,你如果知道遺骸被埋在哪裡 上面開的聖花 人死於歸土 啊,塵土 塵土運運植物 我得挖出那些遺骸 這是一個骯髒的工作 但是 弄髒在所難免 帶五具遺體給我 他們就在這座塔裡 只是找得 得找到確切的地點 喔? 大象重踏 欸,那代表說我前面用得到啦 大象重踏 欸,回不去了,靠北 這什麼? 啊,老鼠 Yeah 這這超酷的,真的 第一次獲得的時候覺得超屌 超棒的 欸,拿到畫欄鑰匙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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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出來了 大家說這個花 花上面有遺骸是不是 欸,有欸 踩這個花居然可以給東西 這麼酷 也不一定找得到遺骸阿 還有這個 水的 又一個寶箱 兩把化狼鑰匙 太好了 又一個 老鼠 老鼠的牙齒 可以咬東西了 可以咬耶 好酷喔 這能咬什麼東西啊 把他咬掉然後就可以前進是吧 喔阿這裡怎麼上去 這又是一個問題了 蜘蛛 不是 嘿 哎呦呦呦呦呦呦 太棒了 喔居然上來了 哇 沒想到居然上來了 喔一顆愛心 我們現在有幾顆 二四六八 八個愛心了 喔有了 嗚呼 然後 魚人 不行 幹這個要螃蟹 喔原來是這個喔 過得了一個 沈默之魂 哇最好是這裡是這樣啦齁 不要 不要 左邊是什麼 我很好奇的欸 欸 跳上去都下不來了欸 啊要重走啦 別騎啊 這什麼 愛心 我們獲得一個容器之心 蹦 欸對啊我們還沒找到 他所謂的遺骸啊 遺骸到底是怎麼看的啊 我們都已經走到這邊來了 沒看到半個遺骸欸 遺骸該不會是這個骷髏頭吧 也不對啊 遺骸在哪啊 可覺得塔裡面有許多密室 那些龍頭石雕 可能是守護遺骸 還有記住我說過關於花朵的事情 那些蛛絲馬跡 好不留情的把它踏平吧 龍頭 該不會是要把它撞爆吧 還真的欸 哇哩咧 原來如此啊 平台我來製造 是不是 進來囉 耶啊我超屌 哇靠這也太難了吧 等一下等一下 這個要怎麼拼臭啊我的天啊 完了這樣可能解一陣子了 呃 沒意外的話 這個應該是這樣接 欸不對這樣就錯了 哇尷尬一切從頭 衝跑衝跑 衝跑 嗯 這個踢下去 這個應該要 這裡 應該不會錯 對 這樣有接到 水啦 再來就是下半部分了 下半部分的話 下半部分的話 然後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再接下來 這個 成功 我來囉 直接這樣連接著耶 有沒有 我根本就是一隻老鼠吧 動作這麼的靈活 敏捷 我感覺我就是一個白老鼠實驗體 他現在在測試 我的機制能力 我絕對是滿分的啊 不用講了 我太聰明了 然後再弄下來 直接銜接過來這樣子 好出來了 水 水 鑰匙一把 可是不是我們要的骨骸啊 好找到了啊 有兩個喔 有兩個有兩個 好 這個就是最後一個骨骸了 找到了 水 滴滴滴滴 滴滴滴 哇 直接被帶走耶 你送來啦 交出了骨骸 太好了 哇 獲得了疾病 你是幹嘛 害你生病了 你之後去看一下醫生 等一下我還有另外一邊沒看耶 這樣太早送回來不是件好事吧 等我一下 我一定要去看另外一邊有什麼 喔 又一個箱子 你看看我就知道 阿不就好就要載我來看 有 上來了 一顆星 啊 獲得了 我們好像這邊的愛心全部收集完畢了 應該在澡堂 搞什麼 他們把水智用光了 臉色看起來不太好 要幫你看整嗎 是的 交出了疾病 這種情況多久了 我剛好有這個東西 好了 你會感覺有點刺痛 像是毒蛇在尖牙鑽進你的喉嚨 開玩笑的 已經知道了就這樣 我想你根本沒有看到 也沒有感覺到才是 拿去 棒棒糖 到底誰啊 那是聽話的病人才有的 六個月後再來找我做體檢 前一晚不要吃宵夜 也水也不能喝 穿過那扇門你就可以出去了 哇 這裡哪時候變成醫院了 提示 陌生人 不是啊 我已經交出了我的 我已經交出來了 所以說我們也可以用這種方法去治好那個影視嗎 有沒有這麼的搞剛啊 沒拿到 之前我們在人魚瀑布的時候看到閃光 閃耀的光 那該不會是光明碎片吧 人魚瀑布 有了一個新的大象之力 你就可以指導龍穴了 我看一下棒棒糖到底是幹嘛的 插在棒上的硬糖 我覺得我們應該先去人魚島了 這邊有接的喔 而且還蠻快的喔 要是我跳出去我就要重走了 絕對哭 接好長喔 咬死你 蠻公 喔原來這邊是這樣來的啊 欸唷 你是誰啊 嚇死人喔 啊 我的天啊 你是魔法師對吧 呃 別擔心 我是善良的魔法師 你有糖果嗎 當然有 我很喜歡吃糖果 老實說為了吃糖果 我能把一座小島移為平地 你也太誇張了吧 請忘了我剛剛說的 不小心說出聲了 呵呵 給你 唉唷 拿到光明碎片了喔 嘿 這樣我可以回去了欸 我沒有生氣啦 那請好好善用 我還是出不去啊 我還是出不去啊 沒關係我覺得 呃 我先從右邊出去好了 先從右邊出去 欸 出來了 好吧 我覺得我們先回去齁 把光明碎片先交給我們的叔叔 之後再看要怎麼結一些其他還沒有拿到的一些隱藏道具 先這樣子 我們至少也先讓遊戲進度推展吧 好不好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其他的隱藏要素慢慢的再獲得 鑰匙啊 什麼奇怪的能力啊 可以慢慢來 我們先把我們的光明碎片 拿給我們的叔叔 咧 叔叔 我來了 阿 要裝上去了 給這 喔 這裡 太棒了 只剩一個零件的叔叔 是啊 我們就快完成了 天啊 說到這個 我得走了 畢竟人生是要即時行樂啊 哎呀 你講好幾次即時行樂啦 蘿蒂 你為什麼要一直說那句話 呃 你沒聽說嗎 聽說什麼 世界末日啊 催眠男爵正在召喚不可言喻的恐怖生物 趁巨獸還沒鬧著天翻地覆前 我要盡情你享樂 你說什麼 老實說 我想搭個順風鳥 我打算請羽毛載我去催眠男爵的城堡 說不定還能搶到前排座位了 如果你要來的話 這是地圖 耶 新的地區 哇塞 搞這麼久 回頭見 我絕不能袖手旁觀 放任催眠男爵召喚巨獸 再一次就好叔叔 然後我會保證幫你完成機器 欸 今天的干擾還真多啊 只要保證你會小心就好了 我會的叔叔 還蠻莫名的 去一下雜貨店 跑錯邊了 抱歉 等一下我看他的提示還給什麼 怎麼又是陌生人 奇怪他這個提示給的魔靈兩可 我已經解決陌生人的任務了啊 買一下 編輯速度好了 速度傷害啦 剩下的之後再說 先提高我們的攻擊力 這樣打敵人比較方便啦 速度我們基本上已經算堪用了 就是不需要這麼快啊 我覺得 來吧去新地圖了 終於 你那個只顧著自己方便的朋友剛剛要求我來載他 呵呵 他會害你捲入麻煩的 但我得阻止 催眠難絕 每次都這樣 別說我沒警告你 準備起乘了嗎 走吧 去星圖囉 新開的區域出現了 感覺像是個終極古堡 他兩個 兩個問號而已耶 只有兩個問號 來了 羅蒂普托普斯等等 那個插進了天天 不中用的鳥蛋 害我一路走過來 上週我才剛換過腿耶 別生氣嘛 我相信你能找到的 更好的新腿 對了 跟我說說催眠難絕正在召喚那個怪物吧 不可言喻的怪物嗎 我曾聽到我的兄弟在討論 我猜催眠難絕 想要 向他們 徵求過建議 他說他需要一隻邪惡自己的生物 足以撕開時空結構 我靠那麼屌喔 我的兄弟們就教了他召喚恐怖之物的方法 而且還作為交換 我們得到了一整袋 閃經大陸的特選黑烤杏仁鬥 這個交換也太沒CP值了吧 你們害慘了 人類就為了一袋鬥子 那是上午九點前的事情了 所以 好吧 我會想辦法進入 催眠難絕的這個召喚室 在事情發生前阻止他的計畫 酷喔 那我就在等著看好戲喔 阿一切都是你惹的好不好 還敢在那邊講 真的是莫名其妙 都是你惹的貨你居然還這樣說 有人嗎 有人在家嗎 喔好黑喔 欸這裡黑 故意做成這樣子欸 故意做成只有中間是亮的 還蠻好笑的 想要營造恐怖的氣氛嗎 想要營造恐怖的氣氛嗎 哇 史萊姆 幹什麼東西 我居然沒有扣血 為什麼 哇 靠北又掉下來了 哇 軟掉了 他這遊戲感覺跟迷宮差不多阿 這邊過不去 這邊過不去 哇 這裡過不去 阿 我忘記了 我幫我過去的 嗯 連這樣子也沒辦法 哈哈哈哈 用這種方式走過去也實在是 阿 阿 沒關係至少我們過來了 嗯 嗯 等等 那我到底來 來那邊是為了做什麼 不管阿 喔唷 哇 這個是他哥哥吧 這個地方需要一張海報 酷炫的海報 艾伯娜 嗯 喔 是有腦 是有腳腦子阿 有腳的腦子 你有東西要給我 咖啡 腦漿 咖啡半腦漿 並沒有 那就滾開 你這討厭鬼 你才討厭鬼 可以鬥嘴了 呃 你為什麼要海報 我要RP醬要接管這座古城 喔我和RP醬 但我很擔心正面牆 他尖叫的想要海報 最好是酷炫到爆的黑光海報 然後把他弄東西阿真的是 不對阿 那醬子我沒路可走了阿 還是在下面 那大概是這邊 沒錯走這裡 那就是之後的任務了 先隨便走看看 奇怪我不是來過 這裡有來過嗎 直接進入下一張圖了 不過沒差啦 這邊只有兩個問號的話 其實也還好 我覺得 這什麼 這幹嘛 唉唷 會這樣子搞喔 會身上來 好好笑阿 有哪有這種機關阿 往右邊 這應該也是往右邊阿 還會消失捏阿 往上 我還蠻好奇上面有什麼的 上 沒東西 有阿成功了過來了 哇 會格擋欸 可惡 還蠻正的阿這個蜘蛛女 還蠻正的阿這個蜘蛛女 還挺辣的 嘅!! Sessi Sessi ha Hog G Sessi Hog Hog G R X Sessi 超多敵人 不過我想的預感 還是這樣 還是這樣跳好了 啊!死定了 欸!怎麼會這樣? 再一次再一次 喔!有! 笑咧 還沒有到BOSS喔 我好久不見蛇女了 他好像跟之前沒什麼太大的改變 變這個只是賺錢而已 那變這個真的不知道是幹嘛 說真的快樂魚是幹嘛 讓所有人都快樂嗎 喔!有花 動 哇!那消失的超快的 啊!死定了 I'm sorry 居然從這邊 還行還行 幹!死定了 不要變猴子好了 我覺得變猴子 不太好 一般的樣子就好了 這樣子跳躍力減少 不然跳太高 不好算啊 唉唷!好險!好險!好險! 放!過來了 喔!感覺要打王囉 BOSS 果然 催眠男爵! 你的詛咒到此為止啦 哇!長得好屌喔 好好好!是你啊!不要緊 我的詛咒已經完成了 咦? 見證你們末日 末...世界末日 在恐懼中顫抖吧 No! 他召喚什麼鬼 看好啦! 不可言喻的恐怖生物 No! No! 登登! 終極大魔王 咻! 喔唷呀 叮! 嗯? 欸好可愛喔 嘿嘿嘿嘿 Yo! 蛤? 魷魚男爵? 再過來我已經晉升第五頭目了 離追蹤頭目只差一步了 如果他不用我的名字遊戲命名的話 我會很驚訝的 相提大戰偉大的魷魚男爵 他們會這樣命名 呼! 魷魚男爵大冒險 主演相提才對 告白咧 老實說乾脆做成魷魚男爵的遊戲好啦 只要你低下頭求我 我甚至讓你作為廉價的服務下載 附加下載內容 我可以變 變成配角是不是 99美 99美分聽起來算合理 合理個屁啊 腦子有病啊 魷魚男爵 首先標題總是要冒號或是 與這個 在名字在裡頭 其次 魷魚男爵的延伸遊戲只會吸引一小部分的同批玩家 所以應該不會大賣 真是尷尬啊 再說 把你換成我的配色 又直又紅 又紅又紫 就是你現在的樣子 對啊 就我的顏色跟他還蠻像的 你你你你你竟敢 讓咱們瘋狂起來吧 來斷強節奏的頭目音樂 放馬過來 開打了 好好笑喔 不可言喻的恐怖生物 這在打什麼的啊 感覺這應該是會一場很簡單的戰鬥 我是這麼認為啦 升七七升七七 氣趴趴 氣噗噗 喔 氣噗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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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硬A都贏得了你耶 嫩 也太好打了吧 這關 這關基本上是亂加的吧 這個戲 輸了 氣噗噗的 哇 他走了 等一下真的假的 雙男爵 卑鄙雙人組 尬這才是正式的 哇哩咧 嘿嘿嘿 還來一個雙男爵對決 痾 感覺並沒有很強啊 就這樣子而已喔 我可以先把章魚打死嗎 不是章魚是魷魚 抱歉 先幫你打掉好了 他好硬喔 他在那裡不會動耶 催眠男爵在幹嘛啊 靠北 吃個無血好了 感覺要死了 好吃好吃 吃 好殺掉了 剩他了 可惡 可惡 他這樣亂飛打不太到啊 結束了 結束了 嫩 砰 這兩個男爵 也被我解決掉了 我的天啊 我把他徹底炸掉了 希望你不要不高興啊 催眠男爵 他也許是個大壞蛋 但他內心深處只是渴望著被愛啊 喔 他會的 你要知道 我召喚他來這裡就是要取得他的商品化權 你說什麼 魷魚男爵的帽子 杯子 T恤 原靈款的牛角秀 秀款 但是 撕開時空結構 把人類推入永恆的苦海裡 又是怎麼回事 誰告訴你的啊 不是那樣 是增色布... 是增色布料質底 讓人陶醉在這個後 後仿棉 後仿棉布的舒適感裡 喔 原來是 誤喘了 由於男爵商品將會永遠 為邪惡提供資金 嘿嘿嘿 我要回家好好的洗個熱水找了 原來是誤會一場啊 他只是想要拿到他的版權而已 無言耶 什麼毀滅世界根本是呼嚨一場 只是想要拿那個魷魚男爵的版權 那個版權 笑死 耶 新能力 鳥...鳥妖舞 我們會飛了...我們會飛了... 翱翔天際 還蠻正的耶 不要走路走六點慢就是了 蠻正的 蠻正的 存檔 恭喜 你一天之內就阻止了五次邪惡 哈哈哈哈 靠...感覺好累喔 這一定打破了個人最佳紀錄了 身為只有半英雄的精靈肯定不輕鬆啊 我明白你們的意思謝謝 但現在 我真的應該要幫叔叔去找最後的零件了 那叔叔到底是什麼零件呢 根據這個...喔天啊 嗯... 設計圖顯示 的是手動驅餅裝置 但那樣不太好 這是你叔叔我可以大展身手的地方啊 沒錯 我們要來即興創作 如果我們能配...裝配這個倉鼠輪來... 來為我們工作的話 還用自己轉嗎 呃...我不知道耶 這對倉鼠來說似乎是個壞消息啊 欸...我有個主意 倉鼠...普通的倉鼠會累需要休息對吧 但殭屍倉鼠會很高興 你跑一整天喔 好主意 那就這麼定了 殭屍倉鼠將會是我們永恆的能源 我會用鐵塊鑄造倉鼠輪 以降低... 呃... 他這個小爪...小瘦爪產生的熱度 我們真的要執行這個計畫? 欸...好吧 呃...羅蒂托普斯 這聽起來是你的專長 我能在哪邊找到這個殭屍倉鼠呢 不知道 不如我直接抓一隻普通的再咬一口如何 嗯... 好... 好聰明啊 我想阿波就是這樣得到的 你的弟弟有殭屍倉鼠的話 你怎麼不早說 呃...那鐵塊呢 那個的話 你需要在鎮上打聽看看了 知道了 一隻倉鼠跟鐵塊 馬上送來 哇哩咧 其實我覺得這遊戲很可愛阿 就是很多莫名其妙的劇情就對了 無厘頭的劇情 感覺這真的非常棒 非常好 OK 那我們呢 今天今天就先到這邊為止了 那那個系列呢 一樣會繼續進行 我覺得我已經快要破完了 大概再需要一點時間 大概再兩集或三集就結束了吧 好吧 那麼今天影片到這啦 感謝各位繼續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角個訂閱 右下角個喜歡 歡迎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次半精靈熊再見啦 掰掰